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久等了 不好意思 亦都跟草sir說聲 不好意思 遲了幾分鐘 不要緊 草sir 你好 整個禮拜都會見你 大家好 你好 李華記 我也去了 你去旅行嗎? 不如你去哪裏 這是甜品來的 我去布吉 其實我一路都不去布吉 因為在泰國住那麼久 有很多謠傳軍上次的海嘯 就說布吉是很猛的 他不太喜歡去布吉 今次去 因為去見那些親戚那些小朋友過去 想不到甜品 看看去到 第一已經是有了道 有了道 正啊 很期待 我是住一間出名的國語呼球會 他有一個叫Pay and Stay 即是可以玩一場 住一晚的 一個package 我打算看上片是很美的 我覺得海蝶財店的名字是很出名的 這個我以前在深圳 我的莊惠會那個 深圳很出名的國語呼球會 其中一個branch 不過他後來虧本不做 就賣給了當地泰國一些財奪 名字是一樣的 但是很舊了 去到我也有點失望的 很舊的酒店 我不要緊 我打算住兩三個 打兩三個球 住一間酒店的房間很舊 我進去之後 我已經有一個感覺很寒冷 打過的感覺很寒冷 我知道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覺 他很舊 他的設計設計裏的東西 很舊到你 你覺得是 總之坐著又不舒服 站著又不舒服 也不要緊 我又不是很害怕這件事 我打算照做 照睡一兩晚就無所謂的 我就覺得很冷 我就關了冷氣 但捕捷也很熱 我也覺得很冷 我有一點忌忌 因為我本身有這個尺寸比較強 我一直都不是太過擔心 是否真的見到一些東西 會見到什麼 我不管他 我只是處於太陽 晚上就開電視看 我就躲在床上 躲在床上 突然聽到一聲很大聲 敲我後面 我躲在床邊的右手邊的牆 有人敲得很大聲 我想看 咦? 哪個哈利牆牆呢? 我以為是旁邊有人住 因為他是木的 他是木板的 我想是否後面旁邊有人住 拍到歌板 拍到牆 我就不理他了 看一看沒事 繼續 我就繼續看這件事 看一看 我旁邊 因為床很大的 兩邊有一個平台在桌上 給他擺東西 我就擺了一些書 又擺了一些 什麼 突然兩件很大聲 就看起來 我坐在床邊 旁邊 我的木板 很大聲 這就不是旁邊 我旁邊 我突然轉向面 我可以這樣 一點點轉向面 看右邊 沒事 沒事 咦? 應該都是 我看了沒事 但我感覺有點不妥 但我又沒有說他 刻意起床 看看他什麼事 我再看一看 就是周圍看 我用眼睛來掃 沒事不理 我繼續看電視 看電視 我就累了 睡覺了 躺下 一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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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想轉身 已經動不到了 你說幾快 好猛 是很猛 我很清醒 很突然 因為我之前有這麼多的發聲 我心裡有一個預算 我立刻做過佛的手印 即是兩天手 立刻做手印 沒事 立刻做完 就立刻輕鬆了 坐起來 我直言說 喂大哥 打球 要不要這樣做 兩天都好 不要搞那麼多 讓我睡一睡 我兩天就走了 我開口說 我就繼續睡 但真的睡不到了 我們四點半 我睡不到 一路坐到六點 我吃早餐 跟著我去退房 我吃早餐 我不住了 跟前台說 他們不肯讓我退 他說不行 我們給了錢 我們不肯讓我退房 我說不是 我一定要退 你退 你說理由給我聽 為什麼你要退 我不需要說理由 我不喜歡住 我不舒服 或者我覺得你這個走線太舊 他說不是啊 我老總說一定要知道真實的原因 為什麼我告訴你這個環節 原來還有下文 我說好 你真的要我說 就迫著說 我說 你這間酒店的房間 有皮 我們泰文叫做皮 就是鬼 有皮 對方的聚會 比較常為老員工 看著我 咦? 他不是很驚訝 他說鬼啊 不會吧 沒有理由 他用英文說 沒有理由 我們這間酒店 已經一個禮拜做一次發事 嘩 一個禮拜做一次發事 嘩 真的很猛 那就是很猛 你不是一個禮拜做一次發事 對吧 他說OK 你可以接受我 讓我退房 可以 他直接幫我退房 我就馬上離開 這是甜品來的 布吉為什麼我不想去呢 因為 聽了太多了 現在今天去布吉 所見的東西不是漂亮的 不是很漂亮的一個 旅遊區 你還看到有很多 隨緣大雅 是爛的 是那次Sherami之後 還未建好 嗯 爛了 煤了 你現在拿機 Sherami已經是06年的事 來的 是啊 差不多幾年 是啊 是啊 市容還未完成 還有真的 你覺得 你日常走的路 都難 不是漂亮的 晚上走的 你覺得是很陰的 很陰心的 你感覺一下 所以我也不喜歡布吉 網友問 我們不要開酒店名 但是可不可以給一些牽絲 M字頭的 我給你最強的牽絲 就是在一間很出名的 連鎖的 連鎖的 不是連鎖的 在深圳 球會在深圳12個場 最大的 全東南巴 全世界最大的 我不說頭的 中間的 第二個字是囂 什麼囂 什麼囂 那就知道了 多謝多謝 多謝 你知道吧 什麼囂 不要住 大家真的不肯到 我也不相信 清邁有沒有這個 分別 沒有 清邁沒有 清邁好一點 清邁好一點 但清邁有間酒店 也是新的 在一個 你上次來過的 黎曼區 是一個 很旺的旅遊區 其實在黎曼區 有一間酒店 是新開的 OK 那間酒店 也是新開的 那個地位 已經很陰 入口入八 進去 都是 那間酒店 都是陰陰凍凍凍的 我住過第一晚 都不肯定 我立即離開 那間酒店 那間酒店 是怎樣 那間酒店 我是在家裡裝修 我買了一個礦 裝修 那間酒店 那間新 近我家裡 就去住 那時是COVID 沒有人住 在新落城 剛剛開放的 我正好又新 沒有人住 住兩間 就給我錢 他就給我住第一層 其實第一層就是第二層 他還在床 你從窗口看出來 其實就是二樓高 下的種柴樹 舞露台 下的種柴樹很高 其實是二樓 設計上是一樓 其實是二樓 沒有東西 很新的東西很漂亮 OK 我都放在那裡住 那天晚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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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 那樣新 但是走廊 真是天天晚上睡覺 感覺上很怪怪 很窄 好像在器人暗 一腳長盤暗 一盞盞 很暗 很暗 那這樣鞋子也不舒服 但房間還可以 那進去睡覺 就是一晚 那半夜 有人敲槍 嘩 這麼害怕 我住在二樓,其實還有一樓的樓下,但看出去沒有露台,花羽樹很高,都是一樓種上來,可以去到二樓那麼高 那有人敲槍,我又聽一下什麼了,再聽一下真的敲槍,他們很膽,我就拉一個臉 想著是否我二樓出來的平台,那些人走過警鬼鼓,我敲我的槍,就拉一個臉,一看出去沒有東西,全部是樹在一樓種上來的樹,高度去到二樓,沒有的,完全沒有露台 你不可能走出去,有些人就掉下去,那我是否聽錯呢,我經常想,是不是自己多這樣磁場容易引起,而我沒有想過 我當我聽錯了,我就再拉一個臉,繼續睡,一帶到床,都是這樣敲槍 那一次我敲槍的力,我就不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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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睡著了,沒有東西,他又沒有說扎我,什麼都沒有 是敲槍,在外面的槍,我第一天都退房,我就立即退房,那間酒店是很新的 是敲槍區附近,是敲槍區其實就是,好像他們的中,我們的中環一樣,我去過敲槍區 是敲槍區就是一個新的旅遊區,就是新的centraling的地方 很多旅客都在那裡,酒店,很多很特色的,大部分人都在那裡出現的 那些酒吧,在敲槍區那裡,有那些環交是很黃的 以前的旅遊區就在Santara Hotel那邊 現在因為疫情之後,就轉了,去了敲槍區那裡 你去那間叫MAYA,MAYA那間商團給她說 就是敲槍區了,我覺得很像中環,整條街有很多廠廳的 沒錯,那裡就是最旺的,沒錯,就是敲槍區 這些事情就是在我們創意為主,想想一下,有兩件事順便說一說 好啊,好啊,多謝你,我們又說一下,因為這條影片的主題就說一下 難為政邪定分界,其實你剛剛說這兩個靈異的經歷,親身經歷 其實都很貼題的,因為我們上次說了你小學和中學的時間 那你又說一下,例如出來做的,我知道工作,以前份工作有些保密的 但是在你舒服的情況之下,見到一些年輕人,即是你以前是掃毒的部門 其實你會體驗到那些年輕人或者小孩子,最年輕的多少歲呢 去碰毒品這一件事? 哦,即是我們以前在當餐的時候,即是讀文店 即是有些人本身父母都在運讀的,那些子女都是這樣的 父母做這一行,子女都很尊嚴,還有那些很奇怪的父母 因為他們要避開警方去抓他們,他們很困難 用這些招數來是陳出不窮,而令到下一代都會前言不發,都會走這條路的 都是說話,很潛雀,很古話,很避忌 即是他們自小就吩咐了,所以我經常說 因為家庭的教育,父母是一個很大的模特兒 父母做了什麼,小孩子就會跟著 這個小的,很小的也有的,但他們有沒有吸毒吸毒,不會吸煙 已經是肯定的了,一定很小的時候會吸煙 父母真的影響得很重要 當然是很重要,如果你說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 我們都是經歷過小孩子,有父母出生之後,有父母帶著我們 其實我們看的東西,我們是不會看的 是父母帶著我們去做一件事,他的方針,你跟他做 通常都要學的,因為我們常常有俗語說 我們當父親是一個貴人,我們會學他 或者會學一些東西,會模仿他 當然他對與不對,我們小時候真的沒有分析能力 父母做的事情是壞還是好呢?不知道 但是當你能夠成長讀書的過程,你明白到你 你會需要分析,你會知道 父母走的路是好的,你會繼續學 不好的,你會秉除了他,你做父母的時候 你就會將他吸收到好的地方 成為你,交你下一代的一個座右名 不好的,你就不會再將他繼續延續延續下一代 這就是我們走來的經驗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真的 你認為坐牢是否可以令到一個人 可以重新改過呢? 他們那個承訴是否有效呢? 其實坐牢呢,你可以說 很在乎人,都是人的 你坐牢,你又剝除了自由 是一個懲罰性 沒錯,你犯罪,判了他坐牢 是一個阻嚇性 但是你不要忘記,他坐牢裡面 都是很多人坐牢的 很多人坐牢,他都是犯罪犯 如果你能夠結身自外,OK 從此斬去,跟這些人戀絕的來往 或者再不去維吾,你可能有機會改過自身 否則大多數,其實在裡面更加深躁斑 他已經是壞的了,沒有那麼壞 不過裡面有些更壞 原來發現裡面更壞的人 那些人更加刁鑽 出來之後,這個社會就是這麼容易吃 你坐牢,你有案底 對不起,真的 你找工作也難的 也是社會的情況 被迫到他們沒有什麼路可以走 他們走回上舊路 所以你聽到有織返的字 我很想問草sir,你人生經驗 分享一下 其實性本善,性本國根本是一個很抽象 但我相信很多人說性本善 因為寶寶生出來什麼都不懂 是一個很純潔的 他只有在京都旁邊說,他就叫原罪 除了將來長大洗禮,原罪就沒有了 那就善了 但他也不是 他一出生,哭到呱呱落地 已經很兇的哭了 他是性本惡 好了,我問一問 哪一個能夠真正去說 人生出來的本性是真是惡地有善呢 其實歸根到底 人的性惡,性善 都是在歸乎他成長過程 他所接觸的人 他的家庭教育 分圖他成為一個好人 或者一個壞人 我覺得沒有生出來的 每個都是一樣的 一百個月的家庭是沒有分別 都是呱呱落地,大家都是哭的 不過在父母攜帶他的家庭 成長過程裡面 懂不懂他誘導 去接著他去做 怎樣去做 一個人還是事 我們先說 如果很多人都不會 很多人都不會 父母去若種酒 你用心讀書 明列前茅 將來做醫生 這就是一般我們上一代 父母的新星 但是有多少個父母 能夠去告訴你 原來我們成長過程 到你讀完書 出去社會做事 第一件事要學的 不是你學會怎樣做事賺錢 是要學會做人 這個很好 做人 做人是更慎於做事 其實做人如果好 你的做事 必然能夠很多貴人幫忙 能夠做事是事本公佩 草sir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不一定要在社會上有成就 人一定是讀很多書的 因為他們做人 可能是 懂得做人 意思是說 當然是行政道那種做人 所以不一定每個首富都讀很多書 學歷不代表能力賺大錢 有成就 沒錯 我們是李三迷 我們是李花誠先生 這只是講出來一個很大的例子 其實 學會做人 人們問 為什麼要學會做人 其實做人 你本身做好你內在的人性 就是善的 良的 有誠信的 我交朋友要哪一個首要的條件 就是要善 當然了 你要善 你要誠信 你有善心 你有誠信 你就容易被人接受 容易被人接受 亦相等於 你能夠好好地做到一個人 好人的話 你做事 人們會覺得 你可以值得信賴 你可以毀以重任 那你就在做事方面 直接由你 因為你不懂得做人 而影響到你的做事 更加 暢順 我曾經在我的影片多次說過 其實很多人說 什麼贏在起跑線 但我其實不是 一來我說千斤萬萬少年窮 另外一件事就是覺得 你沒有錢 但是你誠信就是你的資產 很多人都以為 我家裡有沒有錢才是你的資產 其實我覺得誠信才是社會出來做事的資產 如果你不是來自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最低限度 你有誠信就是拿著這些本錢 我覺得 你覺得是不是 是的 除了誠信之外 我經常說的事情 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當我們要回想我們人生走的路 也不是很多人會是要感謝我們父母 是一件事 是要感謝我們父母 帶我們來這個世界 除了帶我們來這個世界之外 給我一個很健全的心智 是 給我能夠健康正常去發展我的心智 去讀書 吸收道理 學到好學問 給我學到一生的本領 就是我們在辦事之前 出來寫做事之前 所讀的書 就是我的武器 所謂公讀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因為父母 感謝父母 給我一個心智成熟的一個身體 一個智商 一個善良的心去分辨是非 沒錯 你就能夠出去社會做事 你說對了 分辨是非 能夠悅人 能夠看人 上人 能夠用人 所以變成你能夠做任何事情 你都會懂得監察你的環境 你因為你有你本身的 我會講說 你有預先讀好書 你能夠善用你的本能的武器 機會來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著機會去上 好多人 還有在這方面 我覺得 你要自己是一個善良的人 你懂得分辨是非 哪些朋友你應該認識 哪些東西你應該聽 你聽到那個人說的 他做的事和我都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馬上彈開 我不會說 我一直批評他 只要那些事 我都不同意 然後你又繼續跟他在一起 如果給我自己的話 道不同不相為謀 即是 pass by就算了 我是很隨緣的 即是不對就算 我繼續往前衝 因為前面的路還有很多人 很多事我未去做 未去見這個世界 是嗎 對 你說得很對的 你覺得說不同道不相為謀 其實是對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中文 就是古老經常說 就是叫做不同道不相為謀 或者 物以類罪 真是半句 物以類罪 真是半句 半句多 我們浪費我的時間 倒不如我找我的時間 去做我自己 有建設性的事 那你別說得沒錯 朋友 就是物以類罪 或者是朋友 你能夠 你能夠 用回這個很抽象 你覺得很巧的 朋友 我們叫做中文 英語甚麼?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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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寸 family 你有沒有看到end 後面三個字 anded 朋友始終會ended 天下無不散之現代 是 所以朋友 其實是未必能夠long last girlfriend 又是end boyfriend 又是end 其實很多end的英文 都是一個有限度的就要變, 都是有限制的 就是逆經來變, 逆經是變的, 變好或者變壞 所以朋友其實你覺得很對, 物以類罪或者不同道不相為謀的朋友到最後結局都會結束 其實是做不到朋友, 因為在朋友的交往裏面, 你要發覺有些人是真人富貴遠遠朋友 有些朋友是不說話, 有些朋友是不說誠信, 令到你要卻步, 你要另外走另一條路 所以有些老人家說, 不要怕你年紀一直大, 或者你怕這個過程, 你發覺為什麼我年紀越大, 我朋友越少 是正常的, 因為你人生經歷多了, 你知道什麼是你, 沒錯, 你懂得去選擇 可能到頭來, 你到老的時候, 你朋友只有1、2個, 自己是不需要多, 1個夠了 1、2個就知道夠了, 不用多的, 手要朋友多, 哪用呢? 所以我們要好笑的理解, 所謂朋友, 我們不要放太多或者太大的稀奇 所以這個朋友能夠在我身邊幫到我, 其實是絕對錯 只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一生只有一種人, 什麼種人? 是叫Family, 父母, 兄弟妹 你試試Family怎樣喊, F-A-M-I-L-Y, 不是? 不是 E-N-D, 那是I-L-Y為什麼呢? 是Li I-L-V-U 嘩, 真正, 真正 這個給他一點掌聲 是不是I-L-L-U 我們回來之後叫I-L-V-U, 我們沒有結束 因為今生為兄弟姊妹, 父母 我一向都在做這件事 還有呢, 草Sir 喂, 什麼事啊? 在這裡, 草Sir Hello 草Sir在這裡嗎? 咦? 不見了, 草Sir 嘩, 還有什麼呢? 網絡 OK, 等一下, 我再打個電話給他 OK, 先看看 為什麼我的網絡這麼貴? OMG 網絡突然間 我的網絡有點奇怪 咦? 連線失敗 再試試 平時有些聲音 好, 太多東西了 好, 太多東西了 overlaps 好, 再試試 當然 草sir 草sir 可以嗎? 現在可以 剛才斷了 可能這個網絡吧 多數都是 好 我們再談 剛才說 剛才說了什麼 我們不要寄望我們的身邊 所謂朋友能夠幫到我們 自己在人生路上的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到最後 都是自己 爭辯自己 因為我們是一個人來的 當然是一個人走的 上次都說 我自己都會有一個想象 每天都要有鏡子問自己 其實鏡子裡面的自己 是最清楚你的 其實我天生我才一定有用 很多人就因為 很喜歡怨天由人 或者覺得我出來 就一定幫我 他不知道做任何事 去做任何一種生意 或者辦事都好 最能夠幫助自己 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必須要 在我們的人生過程裡面 能夠把自己的 天生的財富 加上日後自己 在一個學習裡面 是令到自己更加強大 對你真的用到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 人家幫你 可能是扶一扶你 但是最後你走的路 都是靠自己的 是你自我表現 是你自我表現的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英文說 有三種類的人來回我們的生命 有些人來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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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對吧 對呀 對呀 所以剛才 你講吧 因為怎樣 你講吧 你講吧 我聽你講 剛才你所講 剛剛開波 你講關於三歲還是八十 或者之前那些 你講小朋友 我找了一個心理學的分析 它說 原來三歲還是八十 是有科學根據的 正正就是你剛才所講 它說 人在三歲的時候 大腦成熟期 已經成熟了80% 大腦在這三歲 就會建立了七八至一千個神經元的連接 那也是講什麼呢 它最發達的是什麼呢 就是語言 因為一歲幾開始懂得說話 但是哪個語言 原來是小朋友的父母的語言 如果你是用什麼的說話去鼓勵他 又或者去教他 又或者你打打鬧鬧的 即是你父母所用的語言 就進入了小朋友的腦袋裡 將來 一個最新研究就是 一個小朋友 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和情緒 就是他將來的成就 但是這一個 跟他撫養長大的人 的語言是很大的關係 這是驚人大發現 原來 所以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你沒有看過我這份醫學報告 你說話正正就是科學的根據 是嗎 其實我是靠一個人生的經歷裡面所感受到 因為做人和做事 當然做事是更加博大精深 面對社會的 你家人在任何環境 你做出任何事 你家人的父母都可以原諒你 但是在外面的社會做事 是不可能的 你真的要 沒有剔刀 生命沒有剔刀 沒有剔刀 你一定要很小心 去處理好 你每一天 即是你要做事 每天你遇到的事情 你很小心去處理 那時候我經常想 那時候我心理學生 因為我們做事這麼多年 就往往因為看痛了很多事情 學了很多事情 要看環境 看一些周遭發生的事情 你周圍的朋友 剛剛認識朋友也好 他講的話是什麼 你會大概明白到 原來在我們人類裡面 人是喜歡說多於聽 而你如果能夠做到 你多於聽 你不去多說 你就會受歡迎 你就會受歡迎 因為很多人喜歡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如果這個人是繼續說 你多於他 他覺得你多於說 你就不受歡迎 但是如果能夠聽聽聽 是多於說話 你就會很受歡迎 草Sir 你先說完 你繼續說 不要緊 有很多人會怎樣 有很多人會怎樣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能夠做到 聽多的說話 其實在做生意後 或者你的對手 或者朋友的學會 交往 聽多些對方的說話 你越少出聲 越多 你會越知道它的破綻 你會越知道它的弱點 在你的攻擊 我們做生意後 我們公益的突破點 是怎樣 是更加容易得心應手 所以說人性一定有弱點 你說得多 你會錯得多 做事 就是在這個環境 我們不停地培訓自己 不停地磨練自己 你會得到很多 比喻價 做生意 尤其是 或者加朋友 這樣 現在差不多半個小時 草Sir 之前我們完結這個影片 之餘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 你說話 都有很多人進來聽 還有他們留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其實你很受歡迎 但是我想問 我們這段影片完結前 因為每次說半個小時 其實真的不夠厚 我不知道你下個星期 還可不可以 不過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信不信玄學 信不信 我信 無仇不成父子 無怨不成夫妻 你信不信你一件事 信 我絕對信 我信到足 為什麼呢 我現在拋這個問題給你 因為我們的影片暫時到這裡 然後你可不可以下個星期 跟我們開這個題 我們討論 那你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在你的人生經驗 回憶有些什麼 跟我們分享 因為真的覺得 聽君一直說 聖讀十年書 還有你的聲音 你的人很正氣 我很喜歡跟你交朋友 師兄 所以我叫你師兄 我怕你 你這麼受歡迎 我怕你女朋友吃醋 你知道我男生頭性格 我絕對沒有女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我很開心 一件事 你 本來我都不是很忙碌 我在這裡都很他條 因為你 我要準備和你 要談一些事情 變成我要做功課 現在你給我變成學生 我要做功課 去想想 我要組織 因為我怕如果我說得 例如是集聯無章 或者是沒有一個 或者是無的放始 沒有主題 人家會聽得不開心 或者是不過癮 但是我會說一些 除了說鬼是真之外 下星期我可能會說一些關於你所說的事情 就是說圓學和家庭成份 或者跟我學習所看的書本 或者給我們以前看的書裡面 所感受古人婦女 父子之情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研究圓學的 哪一方面 我沒有研究圓學 我沒有 我完全是門外看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身邊 認識過很多很多朋友 或者貴人 但是我很想你下個星期跟我們分享 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信圓學 會不會有些人的經歷 你身邊有些朋友的經歷 不需要開名 說一些你覺得真的好巧 如果不是用命理或者緣分去解釋 根本是解釋不到 是吧 其實講祭餘 其實你的圓學 基本上我們講 你的祭餘 講現實一點 你其實不是祭餘 其實你是做一個農夫 我們人生 由我們出生社會做事 一路去經歷你所遇的人 其實你是不停地在播種 這個種 你不知道放在哪裡 不過突然間 在某個情況下 你需要一個機會 你需要人幫忙 原來那一棵 總之是你殺了很久 去蒙牙 就是我們的人際 原來你在人際上 你在社會上 原來你自己不知道 原來你讓別人覺得 你這個人很值得信賴 很 outstanding 這個人 將來別人找誰 找誰 那個人可以的 好好的 找他搞定 這個機會就找你 而你有所準備 你一路都有所準備 你的本能 你的武器很足夠 機會來 我就拿著他上 好好的 不如我們這樣 好好的 好好的 那你記得 我和你 我們的網友和你一個約會 就是下星期二 行不行 行 我隨時隨時等你 謝謝你 我給點掌聲 阿草sir 好 Good n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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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開心 因為我們其實很難得 很難得我去到一個地方 他鄉遇故事 走逢知己千杯笑 遇到草sir 但他教識我們網友和我 很多東西 很開心 有很多人說 你很多貴人 我這麼多年來 你不知道我在國泰的時間很寂寞 但是 潛心 磨練一把劍 用這些時間 所以 不是一朝一夕 很多東西都是 你自己 好像阿草sir這樣說 他說話很有道理 差不多 字字朱姬 你如果有誤性的話 領悟到 它就是一本的字典 一本歷史書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緣的話 你看到你一道的話 好像這樣 我一會兒告訴你 星期四 我約了一對的藝術 一對的娛樂圈的中人 另外 我剛剛才發現 有一個藝術 他follow了我的IG 你們猜猜是哪位 他覺得很紅 我們下一條影片說 好了 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黃金三小時 點贊莫持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多謝 多謝草sir